俺颇有家资,愿与公同举大事 此话当真,某项来说一不二 好 他是三国第一系金流辈 他原本无权无视家徒四壁 却靠着一张嘴 成功忽悠两猛将帮自己出钱出力 开始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他以二十有霸 终是一事无成 到头来只能 两人听到刘备是汉氏宗卿 又有如此凄惨的经历 顿时对刘备多了几分崇敬 张飞二人先前 同时看到了朝廷招兵的告示 正准备投军攻打黄金军 可刘备一痛忽悠 让两人改变了想法 刘备先试夸他们是英雄 英雄何必给别人打工呢 其实那心里表示 你们不如跟着我干 保证你们成大事 张飞当即就愿意跟着他干 可刘备说没钱 张飞说 刘备成功拉张飞投资 可刘备又说我们人手不够 万语马上表示跟着刘备老铁混 这下刘备靠着一张嘴 成功完成了空手套白狼 三人惺惺相惜 当即表示要结为异性兄弟 悲 与同你二人结败为生死弟兄 不知二位 以下如何 俺早有此意 三人一条心狂童变成金 从今往后 冠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 冠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 但凭七十 绝无二斤 俺也一样 冻事与兄 患难与共 终身相伴 生死相遂 俺也一样 有欲此言 天人共禄之 俺也一样 最后三人立刻打造兵器招募人马 投身于对抗黄青军的战斗中 机缘巧合下 他们还就下富商逃跑的董卓 可是当董卓得知他们是摆定后 只回了一个字 敢问三位英雄现居何止 我等巨石白神 白神 哼 要是知道这三个老铁后来这么牛皮 董卓还要奉献我而有何用 不久后黄青军被剿灭 刘备虽然也立了不少功劳 也只是被分配到安息县的县长 虽然是有些郁闷 可是他可比他自己祖宗刘邦威武多了 他当年也只是个厅长 刘备在治理民身上清零的很 得到了当地百姓的高度拥护 可朝廷来视察的都游 却总想从刘备这捞点好处 想做点什么事 都得拿钱 往 上堆 啊 可刘备根本不搭理他 我为官清正 与民秋毫无犯 这都游可不信他的鬼话 竟然派手下去调查刘备 可百姓们对刘备赞誉有加 这可让都游十分郁闷 可此时张飞得知这情况后 急得直接原地爆炸 这都游分明是在故意找茬 但我将他暴打一顿 哄出安息县便了 赞地又要胡来 哎呀 打也不是 骂也不行 这 骗死人了 赞地 在刘备的劝说下 他才答应出去透透气不会惹事 偏偏着都游自己作死 跑到大厦上去罗知刘备的罪名 我都游威逼建立要害刘公啊 是啊 张爷 我们要进去为刘公请愿 他不让进还打着呢 是啊 是啊 张爷 快去看怎么办的 打 大哥 大哥 他直接冲进了县衙 将都游抓到了大街上 要是刘备再晚来一回 估计这哥们就直接挂了 刘备看都游被打成了猪头 内心的气也消了 可两个兄弟来劲了 原本刘备立了大功 当这个芝麻绿豆的官 他们就十分憋气 现在又被这都游坑害 纷纷劝他杀了都游回老家 刘备毕竟是汉室宗亲 正随便杀戮大臣的罪名 大哥不敢轻易担 于是他放过了都游 但这管他也不干了 随后兄弟三人策马离去 与此同时 朝廷此时也出了新的权力斗争 由此而引起了真正的天下大乱 具体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